加拿大的华人亲人美你美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鲍布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你美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 星期四奴隶9月12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多伦多房市挂牌量上升 千余辆石切车被找回 蒙特利尔将仅用天然气 多伦多秋冬中院达最高 大温地税要大涨 布加西利好加拿大房市 加拿大挨饿人数创新高 布加西省或将修正短足法规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内容 多伦多房市挂牌量上升 多伦多房地产销售 今年已经进入尾声 房地产经纪人想知道 那些还在观望的买家 是否会在11月开始进入买房市场 由于9月和10月的扩存量不断增加 房屋销售一直不问不复 地产经纪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房主可以考虑到 推迟挂牌上市时间 目前还不能确定 明年的上半年 房市是否会出现反弹 但通常情况下 春季销售是一年中最强劲的 在目前的前景下 买家对利率和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房地产销售正在急剧萎缩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市场 买家很开放 大多数的地区的房价已经走软 买家看到这种趋势时 会观望价格 是否会进一步下跌 交易仍在进行 但房产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了 与此同时 自今年春季全国上市数量跌至20年 低廉以来库存一直在增加 到卖家坚持高价卖出时 房子出售的周期会变得更长 千余辆实现汽车被找回 多林多警察局长周三下午的 以涛比克就汽车盗窃案调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警察局长宣布 在多林多警方领导的重码计划调查中 已追回了1000多辆被盗车车 由228人面临的刑事证据 重码计划是专项汽车盗窃调查 去年11月7日至今年9月24日 有20多个部门合作 值得解决车辆和催化转化器盗窃危机 被盗车辆通常被转移至海外 或者重新获得车辆识别网并在国内进行销售 经常说 多林多警察局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犯罪行为 通过敬业的警官和支持人员的持续工作 已经追破了1000多辆尘 蒙特利尔将仅用天然气 从明年秋天开始 蒙特利尔将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天然气 但有些例外 该市执行委员会通过新的规定 将以明年11日起 适用于新建的小型建筑 并在6个月后适用于大型建筑 将被禁止使用的系统包括 住宅燃气炉灶 室内燃气壁炉 热水器和排放温室气体的炉子 以及烧烤和游泳池的加热器 市政府表示 另外包括应急发电机 餐馆的商业炉灶 带有可拆卸邮箱的燃气烧烤架 和建筑施工行业使用的临时加热设备 蒙特利尔士表示 这一措施将帮助其实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并指出建筑物占该市微市气体排行量的四分之一 多伦多秋冬住院达最高 秋冬临近 多伦多公务卫生局发同就说 从现在开始 民众可以预约收集新冠和流感的疫苗接种 以应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潜在高发季节 并且现在可以在一些地点 仍然可以领取免费的新冠检查核 疫苗接种预约正在开放 以在这个预期呼吸系统疾病会激增的秋季 应对新冠和流感 居民将能够在固定的接种诊所 月电或初级卫生保健 提供出同时接种更新的新冠和流感 两种疫苗 只需要一个月 就能在固定的接种诊所 同时接种两种疫苗 卫生公园遁足人民接种他们有资格接种的任何疫苗 以在这个秋农季节 人民在室内活动实现的增加时 帮助应对可能出现的疾病潮流 卫生局表示 他需要5万元来支持感染预防和控制中心 中心的目标是在可能出现挑战性呼吸道疾病 机业之前最小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 郭伦多最近出现了新冠住院患者激增 数据表明这种激增可能在激州内达到峰值 大温地税要大涨 那斯林克正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为了弥补这些缺口 大温地区各城市的地税将上涨 包括显示交通部门正面临着47亿元的池子 虽然这一亏群只是预测值 但这在未来几年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计划支出与疫情收入之间的差距预测 池子出现于2022年新冠疫情支出 乘客量大幅下降导致票价收入减少 虽然乘客量一直在稳不回复 但有意通胀压力 特别是劳动力和建筑成为 斯林克一直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成为 该公司称 在此期间 票价和地税的增幅都保持在较低水平 以避免对从疫情中恢复的地区造成不利的影响 不加息利好加拿大方式 加拿大洋行宣布维持利率的决定后 抵押贷款专业表示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尽管仍可能在明年春季之前看到加息 但现在这次暂停加息表明 结束加息可能近在眼前 房贷借款人和购房者承受着更高利率的时间 将长于一期 预计这次利率暂停将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活动 对于那些一直在等待达成协议的人来说 利率见顶和加拿大洋行 开始加息之间的窗口期 可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加拿大挨饿人数创新高 随着加拿大人在生活成本危机中 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求助于食物救济库的人数正在增加 加拿大挨饿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加拿大食物救济库的报告显示 今年3月 造访食物救济库的人数 比去年增长了32%以上 相较于2019年更是增加了78% 这些数字均创下了新纪录 人们越来越担心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报告发现近70%的食物救济库用户是租户者 其他的还包括有工作 但需要额外帮助的打工组 加拿大食物救济库表示 人们寻求援助的主要原因是 高企的食物 住房成本 油价 以及低工资 陛西省或将修正短租法规 陛西省立法机会正在考虑 修订执政党NDP一周前出台的短租限制政策 几项修正案 由反对党 陛西联合党提出 包括增加对指定重大活动的住宿区 地区的豁免 该修正案将为重大活动的住在地提供现实的豁免 这是为了避免非法黑市出租 并保留较为实惠的经济旅行住宿 重大活动的住宅区域的定义采用了 陛西新民主党在去年10月提出的 重大活动市政和地区废室使用的相同概念 重大活动实际上是一件额外的酒店房间税 旨在天府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在支持 旅游业时产生的直接成本 汇率和天气预报10月26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39元人民币 明天10月27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4度到19度小雨 多伦多11度到19度旅转多云 温哥华2到9度晴 魁北克12度到13度中雨 卡尔加里0下11度到0下3度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